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看到哪吒头 丸子头 还有半丸子头 我都有胶 那我今天就把它出在一个合肌里面 因为夏天到了 边发不仅可以让你很凉爽 而且边发特别特别的简明 但是我今天边发的风格 不是偏向于甜美可爱风 我是偏向于一种酷酷的摇滚朋克风 今天这支视频里面 我应该会教六种边发教称 视频开始之前我要强调一下 不要吐槽我的发际线 天生发际线就这么高 自从节食减肥 掉发就特别的严重 所以发际线又高 发量又少 还爱编辫子 不要吐槽我的发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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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因为我两天没有洗头 所以这样编起来会更顺手一些 那我们就来开始第一种发型 先梳一个半丸子头 用手这样子抓着梳的话 它会更蓬松一些 不要吐槽我的发际线 我的发际线天生就这么高 我也没有办法 这就是一个编发绞成 一左一左这样抓着来的 今天教你们所有的发型 都是在家自己就可以编的 就随便扎一个丸子头 越凌乱越碎越好 然后把它随便抽一下 让它看起来更蓬松一些 把这碎头发尽可能的剥下来 掩盖一下发际线 半丸子头扎好之后 我应该怎么让你们看到后面 从这个位置 分开 分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编头发 一边编个辫子 这个辫子应该要编紧一些 先把它扎起来 从最上面分一股出来 把它分成三股 三股辫是往下压 从下面压三股一直往下压 往下压的同时 这个编完之后就可以放到前面来比 就这样子往下走 这是三股这样子往下来 这样子往下花把它编干净 其实抽四股的话会更紧一些 但我觉得四股怕你们会觉得复杂 我到一会儿我会演示一下四股 再用一个小黑皮膠把它扎起来 其实头发更短会更好看一些 就是想让它有一个这种翘的弧度在 我突然想到 嗯恒的那个特效有没有 继续把这边编起来 这边也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我发靠近 先让它固定一下去夹头发 这边可以先来夹头发 全部夹完之后我们就正着来变 一定要拉紧它 四股其实很简单 你们看到这三股的时候 从中间这样子掏一点点出来 压在上面那个 它这是一股从中间掏一点 然后留上一点在这边上 这样子掏来 来回这样子很简单 这样子掏一点往过带 掏一点往过带 四股变比较适合那一种头发比较碎 就碎头发很多 就可以把头发都变得更紧一些 如果用四股变的方法划 看着空调还这么热 第一个发型就完成了 把碎头发往外拖一些 显得凌乱一些 给你们看一下后面 如果有人帮你们编的话 会更整齐一些 但其实我现在喜欢比较凌乱的感觉 自己在家也能搞定 很方便 还有一点其实如果你想让你的 刘海碎头发有形形 可以用夹宝或者说卷棒 把它稍微卷一下 稍微的这样卷一下 带个弧度出来 我觉得就是把这个位置的头发 剪得稍微有一些卷度会 看起来更好看一些 对就要这种感觉 那这就是第一个发型 给你们来看一看 第二个是一种看起来特别酷的一种发型 分了三七分之后 我们把这边先绑住 我个人第一支视频的时候 一支一个头发 把它分成三等份 我们先来编上面的这个 可以用这种挑书分 分的会更整齐一些 我们把下面的也扎住 就是要这样横着过来编一个辫子 现在分最外侧的这一座 也是要反着压三股边 一般编三股边是这样的压 我们要这样子反着来压 往后压一座 再往后压一座 感觉前面这一座编的紧一些的话 我们先开始夹头发 上面的头发 这样子取 压到下面来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头发 往上去 压到下面来 编出来的是要横着向后的 编到这个程度 把它绑住 不用编完 用一个这种U型夹 把它夹一下 接下来分第二股 还是把下面的绑住 这个跟刚刚那个方法是一样的 先分一股出来 然后开始加头发 这个发型我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没有输过了 绑住它 我来最后一股 分成三等会儿 把这个也扎起来 好 接下来才是这个头发的重点 把这个辫子 把这个辫子用U型夹 固定在这个发烧里面 第二个也是一样的 第三个还是一样的 用上面后面的方法 这些档子 然后把这些碎头发也剥一下 尽管没有什么碎头发 这样一个酷酷的发型就出来了 给你们看下这个发型 它主要是这个侧面 第二个发型就完成了 我今天所有的辫子都是走比较酷 比较摇滚朋克的风格 接下来这个发型是我视频里面出现过很多次的 哪吒头其实跟丸子头是有一定区别的 我们先把头发中分 或者你想分那种闪电杠也可以 就是在后面这样子来回画它 哪吒头的重点其实是在于你扎在哪里 像丸子头一般扎在这 哪吒头是建议扎在这个位置 我现在连头发剪的太短 有的都扎不上了 我好像之前视频 get ready with me里面 有出过哪吒头的小教程 用一个皮筋先把它固定住 跟这边是对称的 啥骨上线啊 接下来把它编起来 正常编三骨边的样子 或者这里我可以叫你们四骨 先三骨固定一下它 接下来四骨是从这个位置掏出来一点耳光 接下来这个位置掏出来一点 变好之后把它扎起来 这边也一样 接下来用右行夹固定竖着卷 把它卷成那种细长型的 这边也一样 一定要这样子竖着出来的效果 它不是丸子头是哪吒头 高低可能扎的不一样 给你们看一下后面 我不确定我后面披的整个整齐 那这就是第三种发型 这也是我个人出去玩干嘛的 经常会输的一种 你们应该在我的vlog 在我的视频里面 都有看到过这种发型 头发已经油到不行了 接下来我们扎一个单马尾 这单马尾应该人人都会扎 但是今天我们扎的方法不一样 炫崖风真的是刮了很久很久 我们今天用这种小的彩色皮肌 来给单马尾增加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我们先从最中间这个位置分一所出来 我先取一个大红色把它固定一下 接着呢从中间这个位置抛一下它 把它转一圈 转成这个样子 旁边的一样 但是皮肌的颜色一定要插开 接下来我们用一个黄色 因为想让你们在家里面自己能完成 所以我尽量会简化步骤 还是把它转一下 接下来我们继续拿一左出来 这边我用绿色的来绑 还是把它翻一下出 这边我得用一个粉色的 还是把它翻出来 再把这边绑出 接下来我们用一个橘色的 全部翻好扎好之后 我们把它扎起来 下面这个位置你想扎就扎 不想扎就不扎 接下来就把你扎过的那些扎成马尾 这个马尾扎好之后呢 拿给它绑成一桿一桿的 先用橘色来绑一下 再用绿色 再用黄色 最后再用一个红色 红色扎的时候 是把这个位置扎起 然后我们把这个抽开 抽蓬松一些 这个就是第四个头发 都会有那个眩眼红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编两个双马尾 第一个是超级简单的这种 第一个我们可以三七分 后面其实不用分的太精细 这个就是要稍微随意一些 戴帽子什么的 也可以用这种发型 这个我觉得手残星人也会 在这个位置拿一股出来 然后由后面这样子 往前戴 就相当于两股变 一直往上叠加 再往上叠加 一直这样子叠加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来编一个鱼骨边 鱼骨边就是从最边这个位置 抽一小佐 并到这个位置 再从这个位置 抽一小佐到这个位置 再来看一遍 抽一小佐 放到这一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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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骨边 抽得越细 看起来会越好看 然后我们把这个往外抽 抽松一些 这边也是一样的 是从这个位置开始变 到这个位置开始变 鱼骨边 鱼骨边 鱼骨边从下面往上偷 偷过来 如果有那种炫耀的小卡子 憋在这儿 就是很炫耀风 那这就是第五个造型 这个发型比较奢戴帽子 这个也是这个样的 最后一个是拳击变 变出来是那种比较酷的 这个也是要中分 我们先绑住一边 先分一小处 在这个位置 这位置分一小处 分三股 拳击位一定是要往下压三股 就你从后面抽出去 这样子往下压 变得紧一些 从这儿拿一股上来 就跟之前我说的反式三股是一样的 从这个位置往上抽 后面的包装 后面的包装 将它拉紧 变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把它拉紧 把这个往上抽一点 现在我们来变这边 应该把头顶这个位置的辫子编紧了 再往上加头发 这就是今天最后一个发型 第六个发型 它是中分的双马尾 把这些碎发剥下来 掩盖一下发际线 虽然我的掩盖不了 正面是这样子 后面就是这样子 其实长画边拳击边会更好看 那以上就是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这支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 如果你们喜欢这支视频 记得顶一下这支视频 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们下支视频见 拜拜